大家好 我是苏玉品 今天是2021年5月22号礼拜六早上 我们来看到这个国际新闻 昨天的台湾时间早上7点钟 也就是以色列时间凌晨2点钟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长达11天的交战 已经正式的宣布停火 也宣布这个战斗的结束 那这个停火是由埃及的代表团 埃及政府来协调出来调停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各方都乐见 不过各方都已经宣称胜利 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都宣称 这场战争是他们的一场大胜 因为这个以色列宣称他已经这个消灭了非常多的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政治人物啊 跟军事降临哦 那也给予这个哈马斯强大的打击 不过呢这个 这个一样是以色列右翼的这个新希望党啊 迫害与侵略哦 那他也 哈马斯的高级官员表示哦 这个以色列将要撤离这个 这个Shef Jarrah跟阿克萨 那当然的以色列已经反驳说没有这种消息啊 这个停火啊是无条件 就是双方就 不要讲什么条件就直接的停火啊 其实这也是每一次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啊 这个战争冲突最后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一定的这个结果啦 你只能是停火 因为两方都无法消灭彼此哦 因为以色列的军力强大 哈马斯要把以色列人全部消灭这个这个梦想哦 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哦 那以色列想要消灭哈马斯哦 也不实际 因为哈马斯经营了这个加萨也十多年哦 从2007年到2021年哦 也基本上有14年的时间了 那他在这个哈马斯哦 在这个加萨走廊哦 的这个他算是一块不大的土地 但是他的下方哦 土这个地面下方 已经挖了至少1000公里上的这个 地下城市这个隧道网哦 所以呢基本上以色列要消灭这个哈马斯哦 基本上也做不到 甚至连哈马斯的这个军事的弹药库啊 跟他的火箭发射器哦 要消灭他也基本上已经做不到 所以呢每一次的战争哦 基本上都是一个消耗实力 然后发泄这个压力跟怒火的一个作为哦 基本上你要消灭两边哦 是已经不可能了 以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哦 你要解决这尾巴问题哦 只有经过外交的谈判哦 才有可能哦 这个浮底抽薪的解决这些问题 但基本上 我们看到这个是不可能 在目前的状况哦 这个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好了那至少这个战争哦 已经暂时的结束哦 这个是件好事哦 哦如果继续的战斗下去 双方人民哦 基本上都永无宁日哦 两边不管是以色列的人民 还是加萨人民 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哦 那 呃 当然这个冲突的结束哦 有带来几个好消息啊 比如说这个 呃 鲁杉莎 还有这个奥西安 Airline Swiss Air 等等哦 还有美国的航空公司 哦 都纷纷的在这个 这个停火CISFIRE啊 呃 生效之后啊 重新的恢复 飞往以色列 Ben Gurion Airport的 这个国际航班啊 哦 这个包括达美航空啊 美国联合航空啊 跟美国航空啊 跟美国航空等等哦 都是重启啊 因为这个之前啊 哈马斯疯狂的 这个火箭弹啊 攻击 而且威胁要攻击 以色列国际机场啊 所以这些 航空公司为了安全起舰 是暂时停止起降 这个Ben Gurion Airport啊 不过当然以色列航空是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以色列航空都是会继续哦 这个飞航他的这个国家的哦 这个是不管任何时候 哦 都是一定的 那我们看到啊 这个美国总统啊 这个 这个 拜登哦 他在2月10 10号上任之后 一直到现在 不是1月20号上任了 哦 今年1月20号 他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任命这个美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哦 大家知道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啊 那上一任 在这个川普任内哦 他他任命的是一位极端清 以色列清美的这个 极端清以色列的哦 这个这个右翼的 这种哦 宗教人士啊 是美国犹太人 那好了 那现在这个新任哦 这个的 也是有竞争的哦 也是啊 也是有两个人哦 在竞争一个前国会议员 就Robert Wexler 那 他已经哦 被告知哦 是 不会 担任这个 下一任的驻以色列大使了 那另外一位哦 就是这个 Nits Nits 哦 这位哦 这位 曾经担任哦 他也是一个美国犹太人哦 他出生在民修的 他是一个犹太家庭 他是一个银行界的高官 哦 他曾经担任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的董事总经理哦 他也曾经担任奥巴马 奥巴马政府的负责管理 和资源的副国务卿哦 所以 他是曾经在这个政商界哦 都是打滚的这个大佬级人物哦 那他来担任这个哦 这个 美国啊 驻以色列大使哦 相信应该是 还蛮适任的哦 他对于这个中东议题啊 是不 不会说很陌生了哦 那当然 他要把他的在这个民间的这个 经验啊 跟他这个本身犹太的背景哦 然后 来结合的来这个发挥哦 这个并不是啊 这个应该是 一个加分哦 不过老实说 这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哦 并不容易啊 尤其在美国 现在对于这个以色列的立场哦 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哦 像川普那个时期哦 那样的一面倒哦 那没有一面倒的话 你要跟以色列人讲理哦 讲道理的时候了 有时候这个还蛮难的哦 因为你要变 以色列人最善变的啊 他最会有很多意见啊 要辩论什么 是滔滔不绝的哦 所以那这个 这位老兄哦 他去担任这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之后啊 有很多挑战哦 要面要要要这个一面而来 好了 那我们看到这次冲突哦 这个之前有很多征兆 其中就是 约旦人哦 跟以色列关系啊 陷入低潮 那这个约旦人哦 在这个停火之后啊 也走上街头啊 去庆祝哦 这个巴勒斯坦人 对以色列的这个抵抗啊 啊的的胜利哦 那这个 他们就挥舞着约旦跟巴斯坦的国旗啊 其实约旦跟巴斯坦的国旗啊 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哦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找哦 这以色列啊 约旦跟巴斯坦国旗啊 好像就缺几个星星 其他长得是一模一样的颜色跟这个造型哦 那这个哦 为什么会发生这事情 其实之前也有都提过啊 就是 呃曾经呢 那约旦的王储啊 哈佛赛啊 哈佛赛啊 他想要去这个圣殿山哦 就是因为圣殿山 这个耶路撒尔的圣殿山的管理 还是有约旦的一个VAC 一个基金会在管理 那这个约旦王储想要上去啊 这个朝拜 可是呢 以色列啊就刁难他啊 以色列说他的这个保镖啊 带了太多的武器啊 这个所以要刁难 结果呢 这个哈佛赛王储啊 就这个一气之下就不去了 那 不去了之后呢 这个 再隔几天啊 这个 这个 纳探尼亚胡 以色列总理纳探尼亚胡啊 想要搭飞机去这个UAE啊 就是 阿布达比去那里啊 这个 访问 结果呢 要飞 飞机要经过约旦的领空啊 就约旦 就拒绝 这个拿太尼亚胡的飞机 通过领空啊 结果 以这个拿太尼亚胡取消行程哦 两边就打成就心结哦 互相就 这个 这个 不愉快哦 其实这个是一个 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举动 因为以色列最长的边界就是跟约旦哦 而且约旦在过去的六七十年来啊 基本上哦 在这个和平协议之后 1994年和平协议之后 都是以色列非常亲密的 而且这个合作非常好的友邦哦 那这样子在 所以也是的 以色列约旦的边界哦 这虽然是最长 可是是非常安静哦 几乎不会有什么 呃这个极端分子啊 武装团体啊 就去跨界等等 但是哦 现在一旦的 以色列跟约旦的关系生变哦 那这样会发生什么事 真的不知道哦 所以以色列 总理呢 看亚胡哦 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跟约旦的关系搞不好哦 真的是有点 想闹小孩子气这样子哦 两边就是画感画的就 就两边 这个甚至哦 约旦想要跟以色列 呃购买淡水哦 因为以色列的这个海水淡化的水哦 是供应约旦的哦 在1994年的以色列约旦和平协议中 以色列啊 每年要供应5500万立方公尺的淡水给约旦 哦 约旦 因为约旦跟那个以色列是共享这个约旦河的这个边界哦 可是呢 这一次哦 这个因为旦灾的关系 约旦想要多买这个淡水哦 但是以色列居然拒绝哦 拿贪亚胡啦 是拿贪亚胡拒绝 拿贪亚胡的这些部长们啊 这些其他部长都觉得说哎 不要这样子哦 约旦是我们这么好的友邦 是安全伙伴啊 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待人家啊 可是拿贪亚胡我就很生气啊 因为他想要坐飞机去UEE被阻止哦 他非常生气 他拒绝卖水哦 那当然到最后啊 这个他还是被迫啊 就就就就就卖了一点哦 这个人家要3000万立方米 他给了800万立方米 这个这个草草敷衍了事哦 所以这两边的关系 到现在都不好哦 那这样子 你看这个这个尾巴冲突的话 现在约旦都跑去站在这个阿玛斯的这一边哦 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机械 那以色列人真的要想办法去修复哦 跟这个约旦的关系啊 这个 这攸关了以色列的安全哦 那好 我们看到另外的消息哦 美国的参议院哦 这个 民主党的参议员哦 这个表示哦 这个 你不要说我们这个不支持以色列哦 他说这个 其实我们都支持以色列啊 但是哦 我们支持以色列是要希望他以 两国方案的方式啊 跟巴勒斯坦人达成这个 这个未来的和平协议哦 但是呢 是以色列政府 是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啊 偏离了这个政策哦 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支持哦 这个 现在以色列政府的很多政策哦 你说 拓张囤肯区啊 镇压巴勒斯坦人啊 等等哦 所以呢 这个 这位参议员啊 克里斯 克里斯莫菲哦 他说呢 这个 是以色列哦 他偏离了他的政策哦 不要说我们民主党人 是是不支持以色列 我们民主党是支持以色列 但是支持是以两国论哦 两国方案 来达成未来的以巴和平哦 但是 以色列偏离了这方案哦 所以我们这个 没有办法这样去支持他 好了 我们知道虽然停火之后啊 可是啊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冲突 并不会这样子 就随随便便的 就这样就 需要一段时间去冷静哦 所以呢 有 昨天 就礼拜五啊 在耶路撒冷圣殿山呢 又有 这个巴勒斯坦人啊 对以色列警察 扔职石块 的攻击行为 所发生冲突 那有26名 这个巴勒斯坦人啊 就被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哦 那 另外还有这个消息就是说呢 这些 呃这些 对哦 他因为说因为这个 慕斯坦人啊 是由 阿巴斯的这个东 这个 这个 法塔的政府所支持的哦 那这些 这些抗疫示威的人哦 基本上啊都是偏向哈马斯的 所以他们连这个 都反对哦 当然也是更反对阿巴斯哦 所以呢 都可以看到出哈马斯的势力哦 已经很大强度的渗透入这个东耶路撒冷啊 跟约旦河西岸哦 那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哦 因为这个是以色列的安全部队啊 不会容忍的事情 好了那我们看到啊 这个停火啊 引发了各种反应啊 这个 伊朗 哦 这宗教领袖哦 这个 Gren Ayatollah Ali Khomei 哦 他是表示哦 这个停火啊 代表的是巴尔斯坦武装团体的这个 大圣哦 他迫使了以色列啊 接受了 失败的这个命运哦 他说哦 这个感谢这个全能的上帝哦 给巴尔斯坦 战斗人员的胜利与荣誉哦 他说这个 以色列啊被迫接受失败哦 这个以色列 对巴尔斯坦的统一跟崛起哦 都是无能为力的哦 这个当然是哦 他讲的话了 那以色列绝对不是这样去思考的哦 那 哦 那好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则消息哦 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哦 你知道 伊朗哦 在受到最近 十几二十年啊 西方国家的封锁啊 禁运啊 各种的制裁哦 其实呢 虽然这个好像看起来很糟糕啊 其实是因祸得福啊 我一定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伊朗啊 在这个封锁的各种 呃 窘境中啊 他就自力的发展自己 自力更生的哦 这个军事工业哦 所以呢伊朗的哦 现在他不但可以自己制造这个弹道飞弹哦 各类型的长短不同射程的火箭哦 他还有这个各式各样各种功能的无人机哦 有从侦察机到这个攻击性的自杀式无人机啊 还有像巡逆飞弹式的 甚至有可以呃 可以搭载 那个炸弹的飞弹啊 然后发射的远端发射的无人机哦 就等于是人没有坐在上面的飞机哦 那这样子哦 这些这种 他的武器装备哦 实在是已经 嗯 已经出乎这个西方的意料哦 这西方想要封锁他 让他没有能力发展 结果他发展的居然是更好哦 所以呢 伊朗革命卫队哦 他在这个 两边的停 这个尾巴 这个SISFIRE 就是停火之后的几个小时哦 他宣布了哦 这伊朗啊 推出一种新型态 新款的这个 战斗无人机哦 以向这个巴勒斯坦人哦 表示敬意哦 那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的司令哦 霍塞沙拉米将军哦 他在这个仪式上表示哦 这一架无人机啊 被命名为 Gaza 加萨无人机 哦 那这个加萨无人机哦 哦他很厉害哦 他可以 携带13枚 13枚这个炸弹哦 他可以每小时350公里的时速哦 在这个 35000英尺的高空飞行 20个小时 哦这是什么概念哦 就是他可以制空 长达20个小时 然后13枚炸弹 他可以在需要时候丢下去哦 哇所以哦 这个是一个 这个不输于 几乎已经不输于美国跟这些列强 他们发展的这个 新式的这个哦 无人机哦 所以他的无人机哦 也常常已经哦 已经是供应了他的这些 伊朗的傀儡仆虫势力哦 包括这个 这个 叶门的胡塞政权啊 包括黎巴嫩南边的这个 这个真主党啊 包括这个 哦这个 伊拉克北边的这些哦 亲伊朗的武装民兵啊 PM武装民兵等等哦 所以呢这个伊朗哦 真的是中东的一个哦 我们可以说这个脚趾棍哦 他可以把中东啊 所有情势都搅的这个乱七八糟哦 那他现在也 也声称他支持这个是哈马斯哦 那其实哈马斯哦 我跟大家报告 所有巴勒斯坦人 其实他们都是孙林哦 也就是正统派的穆斯林哦 那其实他们跟这个逊 什叶派的这个伊朗哦 其实是比较不相合的啦哦 不过 呃所以你说伊朗是支持这个哈马斯 这个我相信但是说哈马斯要听命于伊朗哦 这个其实是没有这一回事的哦 那这个但是anyway 这个还是哦 伊朗哦还是说他支持的这个哦 这个哈马斯哦 他还会给他军火让他去哦 攻击以色列哦 那这个是那敌人敌人就是我朋友啊 哦这样子之类的这种概念哦 你去威胁的以色列对于我这个伊朗的国家利益 就是一种加分哦 哦就是一种加分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啊 的这个国务卿啊 安通利布林肯哦 他在这个 他都不断的联系这个阿巴斯哦 就是西安的这个法塔的政权的总统阿巴斯哦 他说啊要求要结束这个 呃这个战斗哦 那阿巴斯也对着这个布林肯说啊 请你美国啊去跟以色列好好协调 请他们不要再继续侵略 因为我们这个东耶路撒冷啊 跟West Bank西岸哦 那因为这样下去哦 这个这样子的趋势一直下去 只是让这个哈马斯更加的嚣张更加的获得的巴斯坦人心而已啦哦 好那不过呢 当然这个布林肯哦 他的立场基本上是跟阿巴斯是相近的哦 只是呢以色列也不一定要听美国的话哦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美国的各个在全世界的小弟中啊 就是以色列最恨哦 就是说他可以不要听美国的话 有时候他甚至哦像在欧巴马时期 以色列甚至是可以谴责指责美国政府对他不友善的哦 这个所以那时候他们以色列非常的讨厌 巴拉奥巴马总统啊 这个他是民主党的啦 所以比较希望这个两国方案啊 然后对以色列的囤肯区啊 这个压迫巴斯坦人的作为等等 都是不支持的哦 所以美国那时候是 跟以色列关系非常不好啊 但是就算你关系再不好啊 那时候奥巴马还是通过签署 反正每年这个支持以色列38亿美金的无偿军事援助 这个还是要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参中议院里面啊 大部分大家还是支持以色列啊 所以你一个总统啊 你还是不能为所欲为啦 那好了 这一次哦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报部门哦 他认为哦 评估认为哦 这一次的战争哦 这个以色列光军对于哈马斯的打击哦 打击这个效果少于他的预期啊 就是说的确哦 因为他挖了这个坑道啊等等哦 所以呢真的没有办法这个这么样的这个给他好看哦 所以你即使经过这么多的战斗之后啊 以色列这么多的轰炸啊 哈马斯还是可以源源不绝的送火箭打火箭到以色列境内哦 所以代表他的军事实力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创伤哦 那好了那个在这个战斗结束之后啊 以色列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啊 就马上的组成了一个12个这个大卡车 大这个货柜的这个医疗物资组成的车队啊 运送今天要进入加上要援助这个要给人道援助了 那包括了很多什么呢 包括这个携带啦 包括生理实验署啊 就是医疗物资 还有灭火器 还有抗生素 还有各种药物 还有1万剂的这个Covid-19的这个疫苗 不过这个疫苗是中国国药集团这个 Sinopharm的这个Covid-19的疫苗 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啊的这个官员表示 这个很高兴看到这个停火协议开始 因为那加萨里面的人员伤亡非常的巨大 那这个加萨这个马上我们就要送这些物资到加萨 希望可以提供这个急迫的这个人道援助 让帮助那边的人民可以这个至少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好好的活下去 好了我们不要一直看这些啊 这个以色列也要巴塞的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大家知道齁 其实我在以色列住了10年齁 以色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物价是非常的高的齁 那大家说我们说在台湾 我买一个这个麦当劳的一个套餐 大概台币100块到120 你知道在以色列要多少吗 要台币大概500块耶 所以呢 以色列的这个controller 就是主记长他有出来一个报告 他说 以色列的这个食品跟零售市场 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垄断 很大的垄断 就是有一些这个少数的这个以色列大 大商人集团哦 他们就是 哦就是控制了以色列的零售市场哦 所以你在里面买 不管你到以色列哪边的哪一家这个超市去买 你的这个开支哦 都是很高昂的哦 比如说我们之前啊 以色列曾经也这个针对某些哦 比如说Cereal啊 比如说葡萄干啊等等哦 就给他免税 哎结果免税之后啊 这些厂这些厂商从外国进口之后 他也没有这个把这个价格拉下去多少 可能降一点点 哦 然后这个说 等于是所有的这些免税后的利益啊 都被这些大厂商给吃掉了哦 所以你看这些哦 我们可以说啊 在以色列这个零售商啊 里面的零售市场 等于就是犹太人剥削犹太人 哦就是少数的犹太商人 就剥削了整个国家的犹太人哦 所以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哦 那比如说 以色列的这个 呃 凤梨啊 啊 啊 他平均的价格是国外价格的六倍 哎对啊 这在以色列的时候我看到一颗凤梨哦 是要削口大概30块削口等于是 300块台币那么多的价格啊 那台湾一哥 80块就买到了啊 等于是四分之一的价格哦 然后比他甜的太多了 以色列小小的绿绿的 嗯 根本我根本是从来不会去买他啊 看起来就不行 那台湾的又大又甜 甜滋滋的不得了 甜蜜蜜的不得了哦 所以呢 跟所以以色列哦 有时候觉得以色列的商人 实在太会做生意啊 连自己犹太人 自己都剥削自己犹太人哦 真的很糟糕 所以犹太人呢 以色列啊真的是 就是世界上物价哦 最最最最高的这个地方之一哦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玩啊 去旅游啊 或去读书啊等等哦 你一定会被他的这个生活 这个支出哦 给狠狠的这个吓死了哦 那没有办法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哦 那 那 那我看好 大概新天的消息哦 也就是这些的哦 那 至少啊这个礼拜 这个周末哦 那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啊 都可以过一个和平的这个周末哦 哦大家要把自己被炸烂的房子好好的整修整修啊 然后啊 这个被炸出来冻的这个地方补一补啊 然后小孩子哦 准备回到学校上学啊 你在躲防空洞啊 的这些物资哦 也都可以拿出来吃一吃了哦 这个继续下一次的战斗啊 再来囤积粮食哦 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生活的日常啊 就是躲防空洞 躲这个哈马斯火箭哦 这个全部以色列境内都已经逃不过于这个火箭哦 包括耶路撒冷这个圣城 我们想说圣城 哈马斯总不会打火箭攻击圣城吧 他会哦他会哦 所以呢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啦 不过呢 到以色列去读书啊去流血啊 你真的要被这个火箭打到机会还是很小了哦 所以不要说担心得到不敢去哦 其实还是可以去的 那有一些会有冲突的地方 像边界的地方啊 像东耶路撒冷的大马斯哥们啊 这地方你就不要去哦 基本上你就是安全的哦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国际新闻就讲到这里哦 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拜拜